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太空方面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競爭是現在去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就看看講哪一方面 這個星期比較多消息就是來自那個火星計劃 但是大家可能都在想 登陸火星那些計劃 其實現在都看到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已經派了這些月球車上去 中國也都派了 是不是? 然後就不是月球車 是那些登陸的 探索的車 就將那些信號發送回來 而且他們也有一個任務 就是會化驗一下那個樣本 還有如果講美國那個毅力號 那個火星登陸車 它直接已經拿了樣本 存在那裡了 然後就在等機會將它拿回來 其實剛剛這個星期比較多 由這個歐美和甚至乎中國的消息 是說原來大家是鬥快想將火星的樣本拿回來的 一個前提就是 今個星期就在那個中國大陸的中科院的這個大器物理學院 或者大器物理研究所 他們就發表了一個文章 那個文章其實都算是有一種建議書 還有一個歐或一個藍圖的性質 就說中國大陸其實是有能力可以 2028年的時候就發射一個火箭 它這個的火星那裡 將那些樣本運回來 而且按照計劃如果順利進行 就會給現有的太空總署 即美國太空總署和歐洲太空總署的聯合火星計劃 是更加快拿到這個火星樣本回來的 所以你就看到 連在那個火星樣本探索那裡的競爭 都是面對面的了 其實一直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 就是你美國首先去將這個毅力號射上去的時候 已經講明就是拿好樣本 慢慢再計劃怎麼拿回來 那麼現在台長這裡展示出來的這個網站 正正就是美國太空總署 他就去報告 接下來是怎樣跟歐洲太空總署合作 來搞這個叫Mask Sample Return 即是火星樣本 反航的一個計劃 那裡面有了它的那個日程和那個技術細節 那麼我覺得可以趁著這個機會就是去介紹一下 其實從火星那裡拿回樣本回來 為什麼不是那麼容易呢? 裡面有什麼科學和技術的細節需要注意呢? 那技術難度在哪裡呢? 那要記住 我們試過在月亮拿樣本回來 月亮那次是怎麼拿呢? 人拿的 就是運人上去 人回來 那就有人做的 然後我們上次講美國和日本上小行星那次拿呢? 就是機器拿的 但是我就會說拿小行星那個呢 它需要那個的技術難度呢 需要顧及的範圍呢 是比火星少 那麼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那兩顆小行星 都是比較近地球軌道的小行星 那個燃料需求可以少一些 那麼而且就是那兩顆小行星實在很小的 那麼所以呢 你要是從那裡跳出來 脫離那個軌道回來 是容易一些 那麼所以無論那個日本的准料計劃 或者是美國的那個計劃呢 最後我們現在都拿到樣本回來了 那麼這裡都要講多一句了 美國那個由Banlu小行星拿回來的樣本 現在都還沒搞定怎樣去開那個蓋呢? 就是都還是很笑死人這樣 那麼但是火星那裡呢 難一個位就是呢 火星 由火星離開那個地面呢 它需要的那個脫離的那個引力場呢 是強一些的 那月亮那次呢 就是月球它那個表面的萬有引力 是地球的六份之一 那麼所以我們計得很清楚 而且月亮也都比地球 距離地球近一點 那麼所以那個計劃就是我們連是 60年代 即70年代就已經做到了 由月球到拿樣本回來 是不是? 但是火星呢 距離遠一點 我們也都不是打算派人過去搞 你不派人過去搞呢 現在的距離比起小行星 那兩顆 先前探索過的那兩顆小行星更加遠 然後那個火星表面的萬有引力呢 是地球的大約是三分之一左右 那就是說呢 你在上面 就是你要射那個火箭呢 你要是能夠達到每秒鐘 是去到四、五公里左右 你至少都四公里左右 那你才能夠去逃出了那個火星自己的萬有引力 那所以呢 這個 就是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你怎樣去射一支火箭去火星那裡或者附近 然後你去到那個位置呢 是可以帶一支火箭去 令到可以在火星上降落之後 從火星上再出發去飛回來 那中間都還沒有人幫你搬那些石頭上去的火箭 你又要找一個機械來幫你去做這件事 那所以呢 現在是說整個這個火星樣本返回計劃呢 如果由台長你現在展示出來這個網站那裡去說呢 他是把整個計劃分開做六、七個不同的技術問題呢 就要逐步解決才能夠完成整個計劃啦 OK 那當然啦 現在這個做法就是 你要重新在那裡擺了那些東西啦 但是那個難度是在於成本呢 還是還要是順技術呢 嗯 兩樣都有啦 我想成本來講 他們都已經是給了一個預算下去了 那比起我們先前有哪些東西我們從來沒做過呢 其實如果我們這次由火星拿樣本回來 是依靠機器全部機器來做的話呢 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去射在第二個星球射一支火箭回來地球 它不是全程走回地球 就是第一次是在第二個行星上面 去重新射一支火箭出來 去離開那個軌道去 就是先前去做的那些呢 你講的去月亮的那些計劃呢 就有些就是需要人去拿著啦 那或者就是有一些無人的登月計劃 其實你去到你就這樣丟一些東西下去啦 你丟一些東西下去 你都不是指望它由月亮自己可以從月亮上升空再回來啦 但是有人駕駛由月亮地面上升空回來我們試過的 但是如果說到火星 真的由火星地面那裡去射一些東西上來 離開那個火星軌道呢 就沒試過 還要帶到東西 是真的沒試過的 所以呢 其中一樣東西我們要攜帶一支大火箭 背著一支小火箭去那裡再發射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而這支火箭我希望它能夠安全落地擺在那裡 靚靚仔仔 令到它可以呢 就是不要說整支打橫掉了 自動和你的屁股落地 跟著於是一開著就自己可以噴回來 好了有支火箭落在地上 這個故事還沒完的 其中一個技術細節就是說 我先前那個藝力豪收集到的樣本 怎麼搬上去呢 那原來很有趣的 它有幾個環節的 原來有些竟然是相關的 不知道台長你記不記得呢 其實我們看到美國是試過幾次 在火星表面上飛那些無人機 而且就是還在那裡表演了 飛了很多次啊 然後就拍照片回來啊 這樣拍360度啊 就是發了很多資料回來 原來在火星表面上飛這個無人機 都是這個運載火星樣本 回來地球計劃的一個重要的技術環節來的 首先藝力豪收集到的樣本 OK 然後也都需要有個儀器 幫我將這個樣本 去運到那個無人機那裡 好了由這個無人機接收到這件事 然後這個無人機也要懂得飛起 將它帶進去那個火箭那裡 就是整件事你會發覺呢 其實整個圖像挺科幻的 有個機器收集了那個樣本 有個機器中間做運輸兵 由那個的毅力號拿去那個無人機那裡 那個無人機就好像另一個機械人那樣 跟你運到那個火箭那裡 那個火箭就立刻打開門去接收了這個樣本 然後接收好樣的車就彈射升空 而且那支火箭都是二級推進火箭來的 就是飛了上去之後呢 就會掉一塊下來 然後剩下一個小小的錦囊呢 就上回去那個原本已經派遣了 在圍繞著火星轉的一個衛星去接收了它 拿到這個樣本之後了 它就可以放心脫離這個火星的引力 離開那個軌道 就開始出發飛回去地球 而且希望去到地球的時候 能夠安全落地的東西不要爛了 燒溶了 所以整個計劃本身裡面 牽涉過技術細節 其實你可以很容易分到五六個東西出來的了 很明顯是一個很複雜 就是和那個協調很重要的一個工程 但是整件事的戰略意在哪裡? 這樣說吧 又不是講到戰略層面的 你只是科學層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解釋到火星會不會曾幾何時有生命 其實現在我們的共識都知道的 火星應該曾幾何時是很適合生命去成長的 它是有海洋 它是有四季 它表面的溫度也可以給這個液體水去存在 然後它也叫有陽光照 但是不夠地球那麼強 萬一是有光合作用 它是有能力去進行 而且曾幾何時應該都有非常活躍的地殼運動 很有趣的 現在我們看到在火星表面最高的那座山 其實是比地球更高的 雖然火星是比地球更小 但是火星上面那座山是20公里那麼高的 但是當然了 這裡又要這樣算的 地球就因為有個海 有些水包住了一層 所以有一些凹了進去的地方 我們看不到 如果你說由地球的海溝最低點 上到地球的山峰最高點 那你可以算一下 由那個馬里亞納海溝 到這個珠穆朗馬峰 其實中間都差了20公里了 所以地球那個地殼最低點 暴露在這個表面的最低點 和那個表面的最高點 都有20公里那麼遠 但是火星呢 它因為沒有海洋的關係 它就完全可以看到 它是地面上面高了一個海拔 就是不可以叫海拔 是火星表面上高了20公里的一塊東西 但是以火星這個質量相對小一點的行星來講 其實挺誇張的 這裏講遠了一點 講一些地質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拿到樣本回來 搶先獲得這個火星的第一手的知識 起碼火星研究那個 電堂級的地位 就可以由你自己是唯一有樣本的 你就可以奠定到 當然很明顯了 中國大陸也都希望能夠拿到這個地位 就是說技術上能不能夠做到 是應該做到的 但是你由現在2023年 規劃一個牽涉到這麼多 複雜技術細節的工程呢 那你需要控制好的工程質量呢 講用十年時間是不為過的 如果你說強硬很快的趕去做呢 你一定會冒一些的險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呢 又不用說故意鬥快得這麼誇張的 但是我覺得你一定是 雖然又不會有人緣傷亡的了 但是你浪費了自己的資源 也不是一件什麼好事了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 在某些領域是贏了美國 就是一個很大的民族自信心 那中國方面 其實他們跟那個美國的步驟有沒有相 就是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我會這麼說 他們面對著那個物理限制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選取的策略不會差很遠的 第一 他都一定需要有一件火箭能夠放在火星上射上來的 然後你又有一個問題 由你中國的儀器拿到的樣本 你會不會到時你自己再射一件東西上去 再拿樣本回來呢 這樣也可以 是不是 就好像你見以前那些科幻外星人故事 有個太空船下來了之後 突然之間在門口有條梯下來了 接著有輛車或者外星人下來了 拿了一些東西走 接著就再開一個引擎走 射上去 成功地去拿到樣本接收 包裝好 然後再離開軌道回上來 一定是要做的 我會說中國是掌握到這些技術的 譬如說 你能不能夠去發射一個火箭 火箭臨去到火星的時候 會留一塊東西在火星軌道外面 但是就放了一塊東西在火星上面 然後放了在火星上面那塊東西 跟你拿了樣本之後 又會回來 跟你在天空上面的那個衛星匯合 然後再點著火箭回來 其實這件事在月亮上面 有部份的經驗是存在的 現在只不過在火星上面再展現多次 但是再加上就是你要帶多一塊 能夠脫離到火星萬有引力的東西 它能夠將火星表面的樣本拿上來 這個就是那個關鍵 在這裡你會看到美國的準備是多一些 所以你說純現在的經驗來講呢 歐美它們掌握到的經驗會比中國大陸多 那就是 可不可以說這裡來講會是領先一些呢? 暫時來說是啦 那你說會不會遲一下 哦中國一舉成功 那就超前了歐洲和美國太空總署 那這件事不是不可以發生的 那這裡呢 又說多一點點不適合的事情 其實呢 在我們的節目出街之後的一兩天左右 SpaceX那個Starship火箭就應該會再試射 我們都會再繼續留意這些火箭新聞 那如果純粹從那個火箭的動力來講呢 中國和美國是不是並駕齊驅? 那如果你說那 怎麼為之並駕齊驅呢? 你說如果你說當 欠這個兩三倍不算的話呢 那我都會同意是並駕齊驅的 那現在你說到SpaceX那個火箭就一定是贏了 所有中國現有在運行中和在開發中的火箭了 就算你說到接下來中國去到發展的 最強推力那個火箭的推力 都不及得這次那個SpaceX那裡的 那因為美國去那個Artemis計劃 就需要一支很強力的火箭 來幫他帶一些需要去建設月球基地的部件 那在這裡來講 我都依然會認為這個歐美是領先一段距離 無論在那個火箭的運載敦位推力 或者是在月球上面開發到建立基地 這些這樣的經驗 甚至乎它那些這樣的可回收式火箭的那種成熟程度 就是那種怎樣去運用它們的人工智慧 成功地去降落 令到整支火箭變得可回收呢? 那中國還是在落後在 起碼落後在Elon Musk的SpaceX這家公司 那如果你說那些可回收式火箭 都還有四、五年的距離 那所以我如果用這樣的尺度來看 就未談得上並假齊區 但是基本上的距離不會差 就是以連計的話 都是以個位數字的連份去計算 可能是 好 我們這些字幕可以結束 我們下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持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